大家好,我叫Tayla,今年刚刚毕业,不知道大家其实有没有避过一些寒流,日流,或者欧美风心心地影响着, 可能听完一部电影,或者听完一首歌,就喜欢某个明星了。 其实我小时都很喜欢听流行曲,很喜欢看电视剧,我喜欢过个明星都落伐了中港台,欧美,韩国地, 可以看右边那张照片,我买过碟,有一些都没有在里面。 我除了看众艺,看电视剧之外,我都会去现场演唱会,会去买碟。 但是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去追星的时候,我慢慢去体会, 我觉得那些明星虽然外表很尽美,很漂亮,才华好像很满日, 但我对他们的认识其实很有限,很片面。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形象,很多时候都是被团队或者公司包装而成的。 或者在舞台上他们看起来很亲切,但私底下深圳的距离如何我是不知道的。 我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值得我这样去花费。 我是想着后一段时间,当我更加愿意投入神的家教会的活动, 我感受石英姊妹和我一起的快乐的时候, 这份快乐是超过我,不断煲种艺或者听歌而得的快乐。 有时候我和石英姊妹只是玩一些很简单的游戏, 但是那份法律已经是放在我心里面, 而且使我很期待下一次。 另外,当我在聚会里面小祖宗或者我自己个人亲近的生活里面, 我发现神是很可亲近的。 无限全知的神是很知道我,很了解我,很认识我的性情, 很知道我的需要,很知道我的独特之处。 但是我更加稀奇的是,这个无限的神, 但是他也很需要我。 他甚至是比我更加想让我认识到他。 我和神之间是一份可以相近、相知、相交的关系, 而不是单单是我需要他。 对我来说,虽然我肉眼都可以看到明星很漂亮的外表, 一场演唱会,一场电影, 可能深刻的画面都是放在我心里面的。 但是这些快乐是很短暂的, 我对过这些明星的热情可能很快都会随时间而试, 我很难很快就会参与另外一个。 但是,今天我所跟从的主要表演, 虽然我肉眼看不见了暂时, 但是那份我和他相近的快乐是持续地放在我心里面。 这是一份我能够触碰我心底处的快乐。 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。 其实人都可以很追求快乐, 但是唯有神才能够给我们永远和最满足的快乐。 谢谢大家。